台東縣第一間成立的桌球館到現在已經有一年了 為了慶祝開館週年24號在寶商國中舉行的獎金挑戰賽 吸引全台各地有200位選手前來挑戰 希望可以透過賽事舉行來增加球友們加入機會 也期盼可以提升台東縣內桌球運動的風氣 24號上午,來自全台各地的桌球好手們 陸續湧入了寶商國中,登上球台一盞球技 隨著今年運動風氣逐漸新起 台東縣在今年初成立了首堅桌球館 而經營者為了慶祝開業週年 特別舉辦了挑戰賽邀請各路好手前來參與 短短一天的賽程吸引了將近200人前來參與 場面相當熱鬧 球館成立一週年 想說辦個比賽讓大家一起同樂 我們國小就分了低中高年級 三組然後國高中 社會 重年大概有六組 大概有160位選手 有高雄有花蓮 還有到台北的也有 比賽也是主要也是推廣的目的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出來運動 不是只有玩手機玩電腦這樣 剛打完比賽的選手們來到場邊查看競賽結果 周遭的氣氛緊張又刺激 而前來的民眾也看到台東桌球運動逐漸成長 並希望未來能持續下去 像我以前是都在高雄浮城 我們那邊是傳統的學校 那高雄也是比較大的城市 那選手自然會比花東還要再多 那看到現在 今天這個比賽的人 其實已經不輸外縣市了 第一次來這邊參加民間的比賽 我感覺還不錯 因為還有全省各地的小朋友 來這邊參加參與比賽 我希望這個比賽能持續下去 選手們接連上場較勁 展現出自己的練習成果 而這場比賽特別的是循環賽的比例較高 增加了選手之間切磋的機會 讓參賽者都能打好打滿 感受桌球的樂趣 如果殺出重圍還有獎牌獎金與禮品 期盼未來在這類增進交流與推廣的活動 能夠持續 為台東帶來更火弱的運動氛圍 記載前輪同事報導